哈喽 大家好 回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我把网上美妆达人宣称 防晒力最火的 十块皮价防晒 全部凑完了 分了红榜和黑榜 给大家种草和排雷 并且红榜还给大家分了 适合干皮的 油皮的 豆鸡的 敏感肌的 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知道你要买奶的防晒了 好 那如果今天视频感情好 就看今天的视频感情 给大家封的赞不住 就如今视频点见 那我们先来说黑榜 第一个 自来袭的防晒棚物 英雄官防晒 它喷出来这个颜色 怎么说呢 就抹身上 像死了半个月之后 坟让人给刨了 没见过这么假白的 就你走在大街上 咔你往地上一躺 宾馆不来人 我都算他没开门 我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用他之前 我就早早的感觉到 他不好使了 拿回来 我就嫌疼我 凌落他一架子 兄弟们 但是他上来又来了 下马威 你有什么可嚎哼 见我第一面 就给我撇了个岔 来 请大家看哦 这喷头我这儿呢 看着了吗 看着啊 我这喷头 对准的是我胳膊 走好了 咱们这样 看好了吗 好疼 有人看着他去哪了吗 朝奶头跑的 什么方向 看我刚才喷了 喷了一手机 看到了吗 接下来 是这个国籍扑朔迷的 优异兰的美白防晒 沙马特时代的代表作 抹上它 让你瞬间梦回2008 来看这个颜色 像不像笔笔刷 不仅颜色像 使用感也像 砸摸摸不开 拨一手大脑 瓦罗粮粮粮粮粮粮粮 整得哪都是 磨哪哪却灰 就是不成磨 就是玩 我说实话 我对它价确实有点偏见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也不好使用 别买 下一个 我上次不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莱伯尼的5000块钱的搓泥宝吗 很多人种草了 但是跟我反馈说 哎呀道哥 这个5000块钱的太贵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评价 纳利斯防晒霜 防晒界的评价搓泥宝 就是你们别一听它的名字叫防晒霜 然后就以为它是因为靠防晒火的 误会了 实际上网上那些好评说那夏天必备的 是它夏村能力呢 夏天有了它再也不用搓岔尖了 那醋也没想到 有一天再搓岔尖 居然能被取代 万万没想到啊 你们这些外行人看的觉得它是一瓶防晒 但是在我们内行看来 它是高手身份的象征 就它这个搓泥程度 普通人是把握不住的 只有高手才敢去挑战 早上大发口号的快乐 比全是 醋搓哪搓红姐搓 有人搓哪有人搓哪 现在都变成 丫头像 乌夏村多 那立刻防晒两件下 下一个 密质月防晒喷雾 减肥特小妖 它是属于那种可以减肥的防晒喷雾 你要是想用它 你就得喷着跑或者跑着喷 就像我这样 记住 用它的时候一定不能分心 必须全力奔跑 但凡跑慢一点 你就会被它久久不能消散的喷雾给去泥 老呛 喷完一只胳膊只要跑100米就行 我预估了一下 大概喷完前身的话是跑2000米 这个数据是老门亲自测出来 可信度很高 它用了三天的时间测这个防晒 天天在外面跑 虽然说晒黑了一些 但是已经成功瘦身六斤了 它有效果了 你心动了吗 当然说实话 我今天不是第一次这一瓶防晒喷雾 我是第一次所有的防晒喷雾 就是防晒喷雾这一类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我觉得 防晒喷雾就是支撑税 我说的 今天要有个人相当 不负拐责任 接下来我们来说红绑 无广 天人是狗 这一个产品全是SPF50 PA三个加以上的 并且老妹我俩亲自 每一个都试用了一周 都没有现黑现长的情况 这个防晒力度 可以保证大家日常用都OK 先说一个涂身体的 面拼着蓝盖的身体防晒 大海的感觉 用完之后你感觉身体特别凉可 去年的身体防晒我用的就是它 你如果是说想在阳光下暴晒 它是扛不住的 但是你日常走路上班上学啥的 它是没有问题的 它上身之后特别清爽 不会感觉腻歪 然后加你衣衣衣服啥的 乳液的质地一抹成水 涂它就能涂身体乳食 吸收快 不油腻不假白 不仅防晒能力好 它里面还添加了 我这个不是广告 专利舒缓因子 这个专利技术 它有晒后修复作用 可以一直就是你在太阳下面 晒完之后的那个灼热感 路人话说就是用的挺凉快 挺在劲儿 一瓶四十多块钱 都咬成都得去 中草人得扣一 那接下来说脸部防晒 雅样这个 小金刚plus 陆基亲芒 陆基得扣个二 这个是小顾前段时间推荐给我的 她说她天天中午出现 玩滑板子都带过给你 也不闷豆不刺激 我查了 她的成分也很安全 那我作为一个不是斗鸡的人 我喜欢她啥 就是第一点 她 控油 你刚碰到她想涂开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好像有点厚重 但是你给她推开之后 你会发现她很快的就成门了 用完特别干爽 就好像巴你脸上那个感觉 那个油都别气啊 哎呀那咋不油了呢 那第二点就是她有轻微的 均匀肤色的效果 但是一点都不会假白 有时候懒得打分底的时候 就抹一个她 气色就会感觉提升海的光 那干皮你就来这个 欧莱雅的小金罐防晒 盖儿又过长眉了 她是今天的MVP 我称她为 评价防晒界的天花板 首先她这里面添加了 我不是广告 欧莱雅的专利成分 卖孙 欧盟的防晒标准 都是欧莱雅天下定的 所以你完全可以相信她一样 我就真的不是广告 虽然你听得小单真的不是 而且我为啥说她特别适合干皮 就是大干皮 普通防晒 我觉得最怕的就是拔干 但是它里面含有玻尿酸 保湿效果特别好 所以它不会拔干 而且秒长的毛 不可以装 把这样搓里面都很好 那我知道很多 还在上学的干皮的拜华兄弟 肯定又觉得欧莱雅这个贵 那你就用这个 凡志林的这个 精动修护防晒霜 符合我说的以下情况呢 干皮 长得好看 又买不起欧莱雅的 coco6 它是今天整个视频里面 最滋润的防晒霜 乳霜的质地 先你抹到脸上之后 是特别滋润 但是它成毛之后 就会变得特别的干爽 而且我特别喜欢 它那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就是那种 刚从冰箱里边 拿出来的那种冰镇 哈密瓜里面 特别清津 怕我没查到有什么专利成分 但是也是STM50 PEA四个点 日常上班上学都可以用 下一个适合油皮的 悦不提的 云感特护水样防晒乳 你也可以管它叫防晒水 特别清爽 一抹就化成水了 一点不连 而且它跟其他的那个专位 油皮而成的那种防晒不一样 有的防晒 它会为了追求轻薄 然后把防晒能力做的一般 但是这个 它的防晒能力一点都不少 只不过有个缺点 就是成毛有点慢 变形的成毛之后 你可以感觉 你那个脸好像被罩成了一个罩 然后有个东西绝在那边 给你挡在阁外线 我跟母节回通料参加圣语宴 牛村 六天几万点 我打白油奶 不让我妈妈有病 就用它 我一个混油皮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就是 有高倍防晒 但是使用感很轻薄 那最后一个就是敏感肌的白瓦球衣 你如果涂点啥 就容易泛红刺痛的 你就用这个白蜇脆 因为我跟青青都不是敏感肌 所以它我是用那个 就上次的出镜 家里面有好多牛 那个满脸红月丝 那个老妹用它试的 它用这个没有任何故事 就是你们用过霧面的防晒 就成毛之后是霧面的 它就是 用的就是很得劲 但如果你不是敏感肌 怕防晒成毛之后还有的话 你就用这个震点霧面 好那今天防晒就说这么多 够你们选择的 还想看啥 下次留言 这次留言 下次一定 好那如果这些视频 有帮你帮你的话 不用忘了帮我一键三连 你们再帮我发分到 后面的版本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